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 这里是由金明制作主持的FB新鲜事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 要再次带着我们听众朋友到外面去逛艺术展 我们再次来到这个金车文艺中心的陈德馆 目前正在展出的是杨正远的金属雕作展 叫银翼飞行 金车文艺陈德馆呢 它就位于台北市陈德路三段131号四楼 那开馆时间呢是每个礼拜二到礼拜天 上午11点到晚上的6点钟固定是星期一修馆 那听众朋友如果听完我们节目 对这一档的金属雕作展有兴趣呢 也欢迎听众朋友亲自来现场看展 它是免费不用买票的 那我们现在呢就为听众朋友来邀请 这一档的艺术家杨正远来介绍 关于他这一档的一个个展 诶正远你好 嗨你好 那正远一开始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是台中人 然后从国中开始就念课班 哦对就是兴趣吧 然后是不是从小你就很喜欢看漫画是不是 因为我在你这一档的那个创作场上 看到很多我们传统的那种钢弹啊 或者是很多那种机械战士的那种模型在里面 其实不是从小很喜欢看漫画 是从小是我爸还有我妈会对这方面 就是动画这方面还有那个玩具这方面 对我们管教的比较 比较禁止我们会不要碰太多这方面东西 所以可能就是长大之后有一种补偿心态 然后去继续往 故意往这边去发展创作这样子 就是从小他把你管得很紧 呃对他们就是不喜欢我们乱买玩具 乱买一些漫画书 可是这样子他怎么会让你 从国中就念美术班 因为当时我的创作就是美术班通常都只是画图而已 他们对他们来讲就是画图没问题很好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才艺之类的 所以他们会比较不会去反对这方面的 我觉得传统的印象都会认为画画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磨生的工作 那我觉得如果说你爸妈从小把你管教的比较严格的话 他可能对这一块他不会有疑虑吗 他们是觉得我们那个动漫那方面的 他是会觉得动漫那方面的就是比较 对可能就是对他们来讲这种刺文化 刺文化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比较排斥 可是他们觉得画画画画画画音乐这方面的 会比较有一种文艺气息文艺素养 所以他们还分得很清楚就对 对他们就是心态上对这两个 两个方面就会比较不太一样 那国中美术班是你自己想念的吗 呃其实是国中美术班也是误打误撞进去的 因为那时候国小有在那个修才一课 然后有偶尔修画画画画画一画的时候 然后就听说我们那边国中有一个在招生美术班 然后就考 然后就真的就给我考进去了 然后就很高兴就是考进去之后我就继续我的创作到现在这样子 那一开始你都画什么 一开始基本上他们都是就是几乎都是练那个基础 然后可能是画景物啊 画那个可能就是外出去写生啊 一定是都是画我们身边所看的到的东西这样子 那你自己那时候没有特别喜欢画的东西吗 就是天马行空的那种像你现在创作的这种机械的 有可是那都是课外 课外的时候我会自己去画一些机器人啊干嘛的 然后自己画得很开心 然后可是都是都不是在我们上课就是美术课画进入的期间 都是自己那个功课做完 然后就开始随便拿一张纸开始自己画 然后画一画之后就其实也没有想很多啊 就是喜欢而已 然后这样子你一路就很顺利就是一直 国中美术班高中也是美术班 然后后来念台一大 对没错就是非常的幸运都让我考上这一方面 那都这么顺利吗 其实我做雕 我在高中以前几乎都是做平面的画作 对 然后因为国中到高中这六年 不断的在碰那个平面东西 其实画到觉得已经腻了 想要接触这边这方面的立体的雕塑 然后就来考这个立体雕塑 可是其实国中考到高中是满顺利的 就是画工算还不错 然后就给我考进去 可是我从高中要考到大学 考到大学他们就是那个毕竟是平面跟立体的不一样 所以我又自己挤出一些时间去练习 然后那个立体的部分 一开始应该也有分很多媒材吧 他们大学考进去就是最基本 他们都是考最基本的泥素而已 就是用泥土创那个作品 然后他们现场考试也是找那个食物 然后要我们用泥土把它捏出来 就模拟那个形状就对了 对对对对 那后来是怎么样 让你开始对这个金属的这部分有特别的喜爱这样 应该是大二吧 大二 我们大二的时候 我们雕塑系是要碰各个媒材 然后有碰过石雕啊 木雕啊 然后金属也是啊 然后各个媒材都要碰 然后可是我在做金属这方面的时候就是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 就感觉好像特别看过我爸爸去操作那些金属的机具 然后所以在做金属这方面的事情 我觉得我特别有手感 所以就觉得感觉金属跟我蛮有缘的 我就选择这方面的媒材 就是过去小时候的经验让你突然觉得说金属这方面是你很熟悉的 然后又可能多了一些亲切感 一种小时候的记忆的那个涌现出来这样子 那当你在一开始从事金属雕塑的时候 你的爸爸那时候会不会给你一些意见 因为毕竟他可能摸机械摸得比你早 他会不会给你一些想法 其实我是选进金属组之后我才跟我爸讲的 不然之前在之前创作几乎都没有跟我爸讲 因为我爸也不知道我在干嘛 然后我选进金属的时候我才跟我爸开始讲 然后他听到就觉得很新奇 金属竟然会有可以做雕塑 然后就开始跟我分享一些那个机具的操作啊 还有一些经验这样子 所以反而因为这样你们两个关系更密切 对对对 有共同的话题 是啊这算是我们之间共同的话题 嗯 那金属雕塑它的困难点是在哪里 就是说是在焊接的部分还是说在做造型那方面 呃...金属雕塑 其实金属有很多种那个塑形的方式 你可以用那个焊接的 你也可以用断锹的 然后还有用手弯的啊那些的 然后其实最困难的 最困难应该是那个弯吧 塑形 因为你要用你自己的力量去弯它 然后有时候还要靠机械 靠一些夹具 帮它塑形 然后其实焊接我是觉得还蛮容易的 你只要抓对那个 抓对那个点 焊下去它就可以焊得住了 嗯哼哼 你说在弯的时候一开始要一些力量跟技巧 对因为你要从一个平平的那个原料 就是一个板子 你要把它弯成一个什么弧线啊 或者是折成什么奇特的形状 然后都必须靠那些经验还有角度 就是...就是要多做啦 我是觉得 所以那个手的感觉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种金属 我一开始应该蛮容易受伤的对不对 尤其是不锈钢的那个在切面的 哦其实铁、不锈钢的都其实容易会割伤人啊 因为毕竟都是薄板 厚板就不一样 厚板可能就是你会压到手臂 因为它们金属只要一变厚 就会重量变得非常的重 然后就会压到手指或脚趾 就会受伤之类的 所以其实应该是 你只要注意就不会受伤 当你决定要走这个金属雕塑创作之后 后来是怎么样又变成这个一系列的机器人的系列 金属 没有应该是我们老师 其实我们老师也有给我们一些意见 然后我们老师 就是 其实一开始在带前面几届的时候 他们都会规定你要做哪方面的东西 可是到我们这一 我们班的时候 他觉得我们班非常有 那种 会跟吧 就是觉得我们班做得不错就是 知子比较好 知子比较好 然后他就开放主题给我们去创作 然后于是我就 也是因为小时候的那种记忆 让我觉得我想做这方面的 结果 还蛮幸运的就做出来 好像有这些成果 然后老师看了也感觉还不错 这样子 因为如果以金属创作来讲 应该比如说很多动物也是可以创作的 不是只有机器人的部分 然后你说是因为你过去不能看动漫 而且 补偿心理 其实觉得机器人 就是你只要看到金属 就会想到可以做机器人 就是那时候小时候就觉得很炫啊 然后这样子 感觉那个可以做出机器人超厉害的 那我以后想要跟他们一样之类的 那这样子你心里应该会想要打造一系列一整个军队的 应该没有到一整个军队啊 反正就是 喜欢 然后 可是 也不会 我觉得也不会做到像军队那样那么多 嗯 然后在他造型上 除了你用不锈钢来讲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添加上去 变成他的配备 你那时候有尝试用别的 别的煤材加上去吗 有啊 我有一些那个金属 就是他们之间的管线 就是机器人你都会有一些管线嘛 然后可能就会加一些有颜色的 那个铁丝或者是那个席线 有一些管状的 然后都可以 插进去 让我感觉那种 机器人更有味道 嗯嗯 对 那这样子你现在一天大概花多少时间创作 一天 就是 算平均吗 还是 大概 平均喔 因为其实我创作时间蛮不固定的 因为有时候可能 做个两个小时就累了就回去了 那可是 就是 如果你当你有那种灵感的 灵感的话 就会 一次一待就待八个小时 呃 会需要大量的敲打吗 呃 敲打喔 敲打 我也是看 零件 你要什么样的零件 然后那个零件该怎么做 然后 该敲的我就拿去敲 该折的我就拿去折 然后用焊的以后就焊 就是 因为我这个算是 很多种的 那个处理金属的方式混合 在我的金属里面 这样子 如果我们看一个画作 有时候如果画错 呃 艺术家很容易去直觉 就知道他哪边画错 他就重画 可是你这个金属创作 你怎么样会觉得你哪边做错 呃 是做起来不像 你才会去 才知道做错吗 还是什么 这个跟平面的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的通常 一定要做 我的作品出来之前 一定都会先画草稿 对 草稿画出来其实 金属还是有它的极限 然后你 毕竟有一些角度 它没办法达到 你草稿的那种形状 所以你就会慢慢的 那个 会 依凭着那个金属 它自己本身的特性 去改变我的草稿 所以这个就是跟 画作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画就是平面可以直接改 然后 毕竟是金属立体的 所以就是 我觉得这种 呃 创作的 那个 创作的 方式 方法 不一样 嗯 我知道你说金属有极限 所以你画是容易 但是 要把它变成立体 是困难的 对 就是你画出那个形状 然后可能就是 那个形状可能 你用什么 金属没办法达到的形状 然后 所以就必须有所取舍 要妥协一些 一些地方 就是要修正 那到底什么情况 你会感觉 做起来这个作品 看起来怪怪的 你要去修正 应该是 呃 流畅度吧 就是 我觉得 因为我是很多种零件 组合在一起 然后零件跟零件之间 的流畅度 如果你那个 突然有一个 角突出来 会觉得很奇怪 那里 一定要修正 我只 近我可能 能够修正的地方 我就尽量修正 然后能够达到 草稿的 那个样子 我就尽量能够达到草稿的样子 然后 如果要修改草稿是 非不得已的状况 我才会去修改我的草稿 嗯 那你说零件跟零件的部分 如果要修的话 是不是 会很麻烦吗 还是只要这块拿掉就好 因为它可能是好几块零件 一个环节 环节一直焊 焊起来的 我做 做作品的方式 应该是从 最里面 然后会往外包覆 一直往外包覆 所以通常都是从最里面开始做 然后把里面那一层做到精准到位 之后再做下一层 然后就是这样子 慢慢的往外做 这样子 所以还没有我讲过那种 那种状况就是 整个作品做好之后 你才发现哪边不对要修 哦 目前这个状况是很少啦 除非要大修的话 就是要整个全部再拆掉 拆掉 再从里面 再从 开始慢慢 慢慢往外 重来 那你自己在看你的作品 如果完成的时候 你大概 会抓怎样的距离来欣赏你的作品 然后再确认说 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已经完成了 怎样的距离哦 每种距离我都会看一下 就是各种角度各种距离 等它完成之后 各种角度各种距离 我都要这样看一下 然后甚至拿来拍照 跟那个草稿比对 哦 是 对对对 那这样子 金属雕塑是不是就是 男生比较多 应该很少女孩子能够从事 做得来吧 其实我们金属组还蛮 蛮多女生来做的 还是他们做的都是比较小件的 他们都会 他们不会 对他们会比较做比较小件 不会想挑战比较大的 大件的金属作品 因为那个 那对他们来讲 好像有一点吃力 可是女生 我是觉得女生来做金属 也还蛮特别的啦 那当你这样做金属雕塑 你是不是 你的未来 你的梦想 是会期望你的作品 变成一个公共艺术 这样摆在户外 然后它是一个很大件的 一个作品 你会不会这样想 理想状态应该是这样 对 最理想的状态 只是现在 我的创作的素材 媒材都比较适合在室内 然后 要摆到那个室外的 可能就是要改变材质 改变那个 比较適合在室外 耐风吹日晒的一些材质 那也不能那么精细 呃 也是可以那么精细 可是 相对就会变得更复杂一点 毕竟它要变大 嗯 还是学生嘛 还没毕业 对我还没毕业 齁 然后现在就是 主要的时间就是读书跟创作 呃 没错 那关于这次的各展 你大概花多少时间来准备 我今年7月在这边展 然后差不多 今年初2月就开始在准备了 可能花个半年的时间在准备这一档吧 然后你的作品好像都是同一个系列 对不对 就是飞行装这样子一直延伸下来 这是我最主要的 现在目前是 专门 就是主要以飞行装这个 这个主题去发展这一系列的作品 嗯 然后有外国的元素 也有中国的元素 就好像你这个 青龙白虎这边 没错 金属雕塑它一般艺术家容易入门嘛 就是 如果说它没有像你刻意这样去研究的话 是不是 只要看过一遍它就自己会做 就是它的难度性 我 不知道耶 也要 应该是要看个人吧 就是 有一些人会对 金属这个 材质会比较有一种 情感 然后就开始 因为我是觉得看缘分 缘分 你只要碰到那个材质 你觉得那个是 对的材质 然后对你有那种 有那种创作的灵感 然后你就可以继续 碰这个材质 继续发展 继续创作这样子 其实我是觉得 不是看那个 你所说的那个 就是看各种 材质去 去选人 应该是人去选材质 对 所以这样等于是过去你家里的环境 造成你今天特别的喜欢这个金属的这种感觉 对 应该是 就是从小时候的记忆 那你像一系列作品也是做蛮多的 那现在你会去挑战一些比较高难度的一些线条 或者是说一些姿态吗 金属 我觉得它 可以达到姿态应该都可以达到 因为金属它是一种很硬又可以很软的材质 所以应该再来挑战可能就是那个 我的作品的复杂性 或者是 就配件更多 配件的组装 对 然后一些那个金属的固定方式 它可以用焊的也可以用锁的 或者是有什么可动的啊那些的 然后我现在还没有 应该是还没有做过可动的这方面的吧 可动就是更逼真像机器人 它手脚真的会动 对 所以现在都是 大部分都是静态的 所以之后会比较想挑战 可以用那种 可动的那种 关节那方面的吧 那 以这个金属材料来讲 它相对于这个我们绘画的材料来讲 它的成本是不是会比较高 其实就是看你要的材质 因为我们 我叫的 我做的是不锈钢 然后它的材料 就跟 会比铁贵 然后现在金属的材料 就会跟油价一样 会涨涨叠叠的 所以其实要看那个实价 所以才能去估算那个成本 对 所以它很难跟一般我们这种传统的 比如说油化的颜料 或者是水彩原料来比较 对 那接下来我们这段时间呢 就请 正元来帮我们介绍他的作品 那现场总共有八件他的作品 那我们现在介绍第一件呢 是飞行装一号 薩莫特拉斯 是不是就请正元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件飞行装一号薩莫特拉斯 我是以那个胜率女神为那个主要的动态的参考 然后那个两只翅膀 然后可是它是断臂的 然后断头 然后因为它是断臂断头的那个形态 就是因为时间久了 它那个以前那个雕塑嘛 就是过了很久的时间 然后它就手臂就会脱落之类的 然后所以我就是以它的体态去创作 它的这个造型 然后它这个造型我是 因为它毕竟它是断臂的 所以我是舍弃这件雕塑的两只手臂 然后把它换成翅膀 然后头偏向一边就是一种流线的动态 我希望大概是这样 所以整件作品还是有考量到它的流畅感 就是整个比例上 然后左手比较高 所以它头自然就偏右侧 对 没错 就是一种平衡的感觉 然后在脚的部分就有提到 你说你现在开始也试着在 不锈钢里面去包覆一些其他颜色的材质这样子 对 这个是金色的席线 我是想要模拟它里面肌肉的那个纤维的线条 那这样子我就想到 那你是不是以后有可能到里面 可能就放个LED灯或者是怎么样 对 我以前有想过 只是现在前面几件作品有加一些LED灯的 只是现在因为我的那个LED灯的那个灯条 然后有一点现在都是还是对我来讲 还是有一点粗 好像很难加到我作品的内部 最多可能就放个眼睛小灯泡而已 所以可能之后会如果创作大件的作品 会加一些LED灯 这样子会感觉更有科幻感 对 然后这件作品是从你到完成 它跟你本来的草稿是完全一样的吗 还是你后来有因为这个材质的关系做一些修正 有修正的部分我是觉得有腿部 它的腿部因为 腿部原本原本是做一个大腿的形态 可是因为那个曲线其实有点难抓 然后我就修正成那个用那个直线去带它的那个角的形状 因为你画图本来很自然就会画出那个大腿的肌肉 其实因为人的体态是弧线的 可是金属是扁平的 然后你要把它做成一个弧线 然后又要变成一个3D面的话 其实要花比较多时间去处理 然后因为这是我的第一件 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 所以就先所以就用那个这边 这个直线去那个表示它的小腿 就把它修正掉就对 那时候第一件可能技法也还没有那么成熟 还没那么成熟 不过在那个身体的部分 因为你是用陶塑的 所以那个线条就很明显有看出来 对因为这个都是练基础功力来的 就比较容易去展现那个曲线的美 对 这样子看起来其实你的作品就是在 身体的很多配件其实还可以再加装一些东西 就是如果你往后在创作上越来越熟练的话 对 我后期就不知道这一系列往后面的 比较后面的作品都会变成 因为这时候还没有用那个锁的方式都是用卡的 然后之后发现用锁的方式会更 就是让它形状更精确这样子 所以我之后会慢慢的改变成用锁的 而且用锁的它就比较容易用活动的方式对不对 对 然后它零件也比较好收纳 所以一开始你这个如果焊死了 它整个动作就已经确定了 就没有办法再 没办法再改变了 因为它的骨架就是这个形状 不过这样作品如果要收藏的话 是不是有些人他会想要更大剑 大剑这样看起来更大气 对啊 应该是可以更大剑的话会更有力量 然后那时候就是第一件作品就是想尝试 尝试这一种感觉 然后所以就是其实没有做得很大 重量大概多重 重量我没有算过 我没有蹭过 应该也不重啊 只是它形状就是比较难拿 所以你两只手应该还是举了起来 对两只手是举了起来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第二件作品是 飞行装三号然后秃鹰 这件的动态就是参考秃鹰的那种 它脖子往前 然后盯着猎物准备要吃的 的动态就是一种狩猎的感觉 我觉得这件好像就更有艺术性 因为你你开始就试着用一些 比较基本的构造来构建它的身体 对对对 因为这些都是就是把它形状开始简化 简化成一个什么多边形 然后变成比较有那块面的感觉 然后这感觉就是像块面组装的一件 一个物体这样子 这里也是一个块面 然后还有加一些球体 所以球也是现成的 对球也是现成的 现成的不锈钢球 然后直接运用这样 对没错 所以这件就比较看得出来 那个材料它最原始的状态 比较原始的状态 包括这个所谓的不锈钢管也是现成的 对没错 然后完成的时候是本来就立得起来吗 这个比例准不准 这个其实这个要抓那个重心 我这个抓这个重心其实花不少时间 因为它会倒 因为它只有三个点的支撑而已 然后可是这边两个点的距离又比较短 所以会它会变成 它的那个底板就像 就像隐形的一个瘦长的三角形 所以它只有这个 这个面可以支撑而已 所以一开始完成是站得起来吗 一开始完成是先把上面上半部的造型 全部确定完成之后 再来那个 调下面脚的那个角度 还有那个宽度这样子 哦 对然后再抓它最中线的那个重量 所以不能够冒然直接就全部焊起来 对没错 这个就是有比较 繁琐的部分 你知道有些艺术家他会像他做这种立体雕塑 他会很自然用线层的东西 比如说加个不修钢块 不修钢湯匙 那你那时候有思考说用线层的东西加上去 变成它的构造之一吗 因为现在其实你手边得到线层物 其实都是那种我觉得啦 没有很极械感 没有很极械感 所以就是不会纳入考虑 我觉得比较有极械感的线层物 可能就是那种工厂那种废弃的机械 大型齿轮那种 哦是是是 对那种齿轮那种形状就是 让我感觉比较跟我做平和的来 有现代感 对 然后或者是有那个锁的 就是一个锁钮啊干嘛的 那个都会比较机械感 因为我这方面都是一种 很像机器人的创作 所以可能就会 会考虑到那个整个感觉吧 我觉得你这样你的难度是挑 直接用原创来挑是最高的 因为他们如果用现成零件来拼凑的话 可能就 难度可能比较简单吧 因为它是可以替代性的 是没错 可是现成你要拼得精准 其实也是有一点难度 因为那不可能这样随便 拼拼凑凑就很像一个东西 对 对那个其实也要 其实拿现成零来创作 是个我觉得是更后段的 哦 它会更后段 因为你现成零就是 你就是你原本 现在做的就是原本的材料 你可以操作把它操作成什么形状 就是什么形状 然后可是现成零它就固定 那个形状 然后你可能就是 要找到 适合它的造型的一个零件 做现成物 其实是要花时间 还有靠那个经验 所以那个是对你来讲是比较晚期的 对那个应该是比较晚期的那种创作方式 而且可能又有更大的空间 你要堆放一大堆的零件 随时去翻了 对 其实我以前小时候很喜欢捡 乱捡东西回家 对 像以后等你有工作室之后 应该开始会堆很多那种金属零件 应该会 应该会 好那第三件作品呢 飞行装4号 伊卡洛斯 这一支 这一支是 这一次展览的主打 所以它更大件 对 更大件 然后我这次 做的方式是 它没有直接 站在台座上 对 它是一个支撑的 一种 从那个 身体背后延伸出一个支架 所以看起来 它是 现在正在 往上飞 它是悬空的 感觉 然后 这件应该有情绪在里面 它是不是好像在呐喊 对着天空 应该有听过伊卡洛斯的故事吧 就是希腊神话里面 就是 戴达洛斯的儿子 然后 他们被关在克里特岛 然后 然后 他 要 逃出那个克里特岛 然后 他就做了 用蜡做了一对翅膀 然后 戴达洛斯跟伊卡洛斯就 飞离克 克里特岛 然后 因为伊卡洛斯第一次 尝到飞行的感觉 就觉得 太兴奋 很兴奋 越飞越高 然后最后他太接近太阳 然后就 那个他的蜡做的翅膀融化 然后就摔死了 所以其实这就是 一种 他要 继续朝上 我现在做的造型是他一个 手是朝上 往上抓的感觉是 他要继续达到巅峰 就像那个 伊卡洛斯 出场到那个飞行的滋味 会越飞越高 想要达到那个极限的感觉 所以这一件作品是他 墜落那一刻的时候的 一个部分 对不对 包括你 你很技巧的用手 他的手有可能有些 已经融化掉了 因为太接近太阳 没错 他开始已经 已经 快要已经 失去他的 形态了 他已经 慢慢的在 渐变 因为你看他的 另外一只手 已经消失了 不见了 所以他只有一只手而已 他的手已经完全没有了 对这边 然后这一只手 他也是 但是 不放心 要一一一一的往上 然后 可是他不知道前面的危险 伊卡洛斯应该是男的 对不对 因为他们是父子 没错 那你是不是因为考量型态之美 你还是 选择用女生的身体 来表达 对对对 我觉得女性的身体 是还蛮美的 他的线条 所以我就采用这种 比较 曲线的方式 去 创作 你在画这个图 草图的时候 有找真人来模拟 这样的知识来画吗 呃 没有 可是 因为我们就是 就是我们 有教那个 艺剖学 就是 解剖学 所以大概知道 人的体态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发现 你连 两边的锁骨都画出 都雕塑出来 对啊 所以我才想说 你是不是用真人来模拟 才知道说 原来这两块锁骨 是会这样凸出来的 还好 因为就是习惯吧 就是会把人的体表特征都 其实 我们有 修一堂课 就是 那个人 人体素描就是 会请那个模特儿来 然后你画 画多了 画久了 就知道哪 人的体态 哪边是凸的 哪边是凹的 会比较熟 那你这件作品 有没有哪个角度 是你最希望放的角度 就是说 看作品并不一定 只站在正面看 对不对 对 因为我发现你的翅膀 其实我们如果站在正面 你右侧的翅膀是看不到的 是平的 对 其实这件作品 我是觉得可以多角度看 你甚至可以 边走边看 边绕 看它 看它那个金属的那种折射感 会依各个角度 然后不一样 你自己有没有研究过哪个角度 你觉得最能够凸显你这件作品的美感 应该是各个角度 我都很想找过 我 因为雕塑嘛 雕塑就是一个3D的那种造型 所以其实它没有特定的要什么角度 你觉得最OK 因为其实都是看个人 你觉得这个角度美 它就是最美的 如果另外 可能你觉得这个角度美 可是另外一个人会觉得另外一个角度 会比较美 每个人看的点都不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雕塑跟那个平面 很有趣的差别就是这样 因为平面的都是就是 创作者就是要你用这个角度去看 可是雕塑反而不一样 它可以依照个人 个人的那种观感 去看你最喜欢的角度 哇你这件翅膀的位置真的是有机关 是一层一层这样子叠起来的 对 这一件是 很花时间吧 这个是请那个工厂去切的 所以它才会形状会比较合 可是角度是 这种张合的那种角度 是我慢慢的觉得这种角度比较好看 所以工厂全部是切一样的 然后你是自己在这边慢慢展开 有局部的零件是请工厂切的 因为那头是重复的零件 所以自己切的可能就会不准 每一片都会不一样这样子 我刚刚一直问角度 我现在绕了一圈我发现 应该是这个角度 我现在站的这个角度是最美 因为你可以看到整个身体凹曲的线条 又可以看到他脸的一些侧面 对啊 那如果你在正面反而那个脸是看不到的 正面就会比较看他身上的一些零件 不一样 有人喜欢看零件 有人喜欢看人体 体态动态这样子 所以这件应该还是你花最多时间的对不对 这件可能我做了快两个月吧 算这几件作品里面蛮久的一件 所以他叫飞行装就表示说 这三件都是有翅膀的 这系列都是飞行装 都是可以 他也都有翅膀啊 有那个推进器这样子 动力这样子 然后另外还有四件飞行装 你刚刚是用我们的中国元素在里面 对 青龙白虎 朱雀跟玄武 对 那我们来看看你是怎么样加进去 中国的元素在里面 因为我觉得就是 其实这种金属的材质是从西方 传进来工业革命之后那种 然后会有传一些金属的加工制造方式 然后我们就一行的都在 就是摸西方的文化 可是有时候我们也要反出一下我们自己的文化有什么 所以我就想到其实大家熟知的那种 四方位的神兽 来创作这四肢的造型 好那我们就先从青龙来开始介绍好不好 好 果然你就把龙的尾巴结合在 飞行装里面啦 对对对 对没错 有 这一只 它的飞行装的特征就是它这个有龙尾 然后还有龙爪在这边 然后还有其实这个它头盔有点像龙的形态 就是一个龙头 然后一个龙的那个头上的脚啊 这样子 所以它就是飞行装的青龙这一件 那这系列你就没有考虑用女生了 有 还是有 还是有 就是四个方位然后两男两女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青龙 我们现在看到这件作品 青龙是一个男生的造型 对 然后我看出来里面也很巧妙用我们的那种 一些管线 对 所以这四件应该要一起收藏 对不对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一起收藏都可以啊 你一支带回去也是有蛮有趣的啦 所以我看你这作品好像大部分就是还是身体用人的形状 然后四肢的部分就是金属 对对对 大部分 那个突一那一支是 就是直接直接做的 直接加工 然后并没有那个包覆在人体上面 那下一件是我们来看白虎 这一件白虎就是女性的 哦 然后虎形的面罩 对然后虎形的还有虎爪 然后它的后面的是一个很像机翼的形状 哇这样作品乍看之下很像 可是其实你在整个配件上你要一直去构思哦 对就是要 也不能一直重复啊 所以你还是要有不同的元素在里面 对对对对 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的特征都一定要 要那个抓到这样子 青龙白虎猪雀 猪雀就是一只鸟 对猪雀就是一只 很明显就是一直 然后它的头盔也像那个 鸟嘴 鸟嘴一样这样子下来 然后它的后面就像这鸟的尾翼一样 就是可以展开这样子 不过你这一支支是设计的比较特别 这一支就是比较动态嘛 这一支是这狮子里面的公主 因为它比较它特别难做 它的动态比较不好抓 然后就是还瞧过好几次这样子 因为要让它有那种轻盈 鸟的那个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种轻盈的感觉 所以我就给它单只落地 那最后一件呢是玄武 玄武没错 玄武其实很多人都会误解 就是它只是一个乌龟的造型 可是其实玄武它的实际上造型是 乌龟身上缠了一条蛇 是喔 对 所以很多人会忽略 然后我就是有把这个蛇的感觉做出来 这种蛇就是它的一个背上的壳 然后延伸出来一个管子 把它结合在一起 对 然后这玄武它的飞行是用螺旋桨 就是你讲的活动的部分 对就是这部分 就开始用在这里 这是第一次有加入培林的一件作品 算是第一件 然后还有一些加一些现成物 这个管子其实就是我们五金行买得到的那种水管 然后再锁上去这样子 那像这个比较细的管子就要另外订做 不是这个也是那个 这个也是现成的 这个是那个我们 那个五金行买得到的那种通水管的那个通条 对 然后其实这个东西我找的还蛮久的 要让它表现那种管线的感觉 然后很幸运的被我找到 这样你的作品这种金属系列其实比较好收藏 不会有那种温度啊潮湿的问题 对 可是其实就是还是会怕生锈吧 就是还是要控制一下士气 对 其实就还好 那最后正远呢 这次也有提供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粉丝 那是不是就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这次提供了三件什么样的作品 哦这个作品就是那个我们我在那个展场有办的一个小活动 就是你在警车衣文中心打卡之后就可以拿到一个小铁人 然后你可以任意凹折它的形状 然后当那个吊饰 还蛮有趣的 然后这三件我是就先事先凹好 然后他们各个就是一个是坐姿 然后一个是还蛮有趣的伏地挺身 所以这没有办法用手凹吧 那要用工具 用那个钳子就可以凹了 我都有放在那边 所以我们这一集的听众朋友呢 如果帮忙分享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预告呢 就有机会抽中我们这个 正远所提供的三件这个小铁人钥匙圈 对 其实讲小铁人他应该还是不锈钢的吧 对他是不锈钢 可是小铁人感觉比较琴切 好 那最后正远跟我们讲一下 关于你这次的各展 你会希望大概什么样的观众来欣赏你的作品 是年轻人吗 还是老老少少都可以来欣赏 我觉得老老少少都可以来看看 可是应该大概是年轻会觉得比较有趣吧 毕竟我做的都是一些机器人啊 那个飞行系列的 大概就是这样 那最后如果你作品更加多元 如果再加一些活动的零件 或者是加一些灯光在里面 应该会越来越炫 对 我也这么觉得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正远介绍他的各展 那希望他未来的作品能够越来越丰富 那我们节目时间就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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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